赵丽颖自从被迪奥宣传成为他们品牌大使后 近来都是被某些网友嘲讽的对象 在国庆前甚至差点被全网黑 而原因仅仅只是赵丽颖气质教徒 当然 不少网友肯定不这么认为 毕竟经过好几年的打拼赵丽颖才有今天的成就 岂是一句气质土就能全部抹杀掉赵丽颖的付出 面对这些人的无理攻击 赵丽颖心里肯定不好受 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也不可能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发泄 但是 赵丽颖没说不代表没人替他出头 为赵丽颖分担压力排除忧虑 安慰赵丽颖 那么这次安慰赵丽颖的是谁呢 他就是陈伟霆 前天 陈伟霆在其微博这样写道光哥有点土 而我们知道 这段时间赵丽颖一直被人嘲笑的原因就是土 如今陈伟霆的这条微博虽然是在自嘲 但是还是有人觉得这明显是在安慰赵丽颖 众所周知 陈伟霆和赵丽颖一直都有绯闻传出 不过都没有得到证实 如今这样公开的安慰赵丽颖 有的网友觉得 陈伟霆是不是表现得太直白了 而赵丽颖似乎也看到了陈伟霆的公开安慰 过了没多久也发了一条很有意思的微博来作为回应 如果直接看这条微博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赵丽颖配的一张照片 却让这条微博的意思都变了 照片中有一张的文字是暗中委屈 这不就是赵丽颖现在的心情吗 天天被某些人喊自己土 心里能不委屈吗 当然 这在网友看来 明显是在回应陈伟霆的那条安慰微博 而且赵丽颖的言语之中充满了小女人的撒娇感 现在 有网友认为陈伟霆和赵丽颖两人的这种行为 完全就是在隔空传情 因此也就开始质疑他们两人也将公开练情吗